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2018年美國GDP當中有接近一成半和地產有關 因此樓市對經濟相當重要 既然美國樓市對GDP那麼重要 自然有很多數據研究樓市 新屋銷售就是其中之一個重要的數據 新屋銷售是樓市景氣領先指標 成交火數越多,樓市自然越好景 成交增長放慢,甚至減少 市場就會擔心經濟失速 美國的新屋銷售是統計簽訂新樓買賣合約的數量 即是除了現樓之外,亦包括樓花 新屋銷售越多,亦意味著建材、運輸、樓案等需求 都會越多 因此新屋銷售是經濟領先指標 過往新屋銷售曾經領先其他經濟指標 如金融海嘯前夕,新屋銷售在2005年7月已經見頂 而消費者信心指數要到2007年7月才急速回落 其後,標普500指數在2007年10月開始急跌 總結而言,新屋銷售是一個重要的經濟以及股市領先指標 新屋銷售向好,百業輕和 相反,新屋銷售持續不理想 投資者就要對經濟以及股市有戒心 就好了 新屋銷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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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緝 審 計